但是它又是油電的 我說2014年的趨勢 除了我看到一個小型化 一個經濟性 就是油價的問題 其實還是沒有解決 經濟性 所以Hybrid的車子和一些像 CVT變速箱這種 都有省油系 都對省油有幫助的這些車 其實我們有看到說 這些排名的變化 或是大家搜尋的喜好 待會跟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最近這個廣告打得很兇的 我們所謂的國產車 大家都在看顏董 未來要怎麼來做 因為納智傑的自主品牌 除了Centra我們覺得 它應該本來就會熱賣 因為過去大家心目中 新航男人形象已經建立之外 大家也在看到說 這個U6的銷售量 目前好像還傳出不錯的成績 事實上 納智傑的U6 的確是一個相當大的成功 因為它不像Centra Centra它是9月下旬 就發公佈接單價 10月下旬發表 可是它一直累積訂單 到12月才交車 所以在Nissan這邊的操作上面 它當然有一點是 要營造一個上市的行情 可是納智傑就不一樣 納智傑的U6 它到11月才出來 然後12月的車展才發表 然後在短短時間裡面 就累積3000輛 這不簡單 因為在SUV 國產SUV的集聚來說 是本田CRV的天下 納智傑U6可以搶到 這個3000張地單 這不簡單 可是你假如好好去研究U6 假如各位假如有去開過U6的話 你會發現 U6還真的是一款不錯的車子 它除了造型符合我們大家一看 就是蠻帥的 蠻好看的 想要去接近它之外 你坐進去你會發現 這部車的確就是一部 非常modern的車子 尤其你在開過之後 你會發現 天啊 這部車子 假如這部車子你想像 它假如車頭換一個Mark 換一個其他品牌Mark 它的車價其實還不是 可能就是歐洲車了 對 還不是這個價錢 這樣子 它在去年11月的時候 突然成長了200% 所以它有自己前三名 它被搜尋 被找 被找U6這個 我們相信就是U6了 因為它只有U6這個東西新上市 它搜尋的流量一成長之後 它變成第四名 它只在Mercedes-Benz後面 就很驚人 對 然後就像剛才大衛哥他講的 今年1月他搶到3000張訂單 他今年1月要充 要交車充2000輛的交車 這個東西都是他們完全想不到的 因為我有稍微去打聽了一下 像去年他們好像 剛剛是跟我講說好像是7-8000輛 整個品牌 衰退 整個品牌衰退 主要是新的車型沒有跟著跌上來 交接來不及 那想想看 他搶了3000張訂單 幾乎就已經是他去年四五成的成績了 我想顏董應該是會非常的少 對啦 但是目前是第一季啊 大家還要再觀察嘛 可是你也可以發現 這次U6上市 顏凱太相當重視 事實上 國內沒有一家車廠的老闆 會在車展幾乎天天去 對 他是有去看的啦 那的確是對這部車子相當重視 而且是從他到底下是全面動員 然後這部車子的確也帶出了 一個相當大的氣勢 那我必須強調的是 這部車子的確是花了很多心思 假如你坐進去你會發現 像他這個左手邊的這個電條駕駛座 它是用類似賓士的設計 賓士的那種向性設計 其實是有專利的 他們組合之後 你只要一上手你會發現非常好用 然後在他其他的很多功能方面 你會發現 他有很多其他高級車的影子在裡面 把很多的一些idea都用進去 對 這是好處 但是也是某一種壞處 有些網友就會覺得說 你好像都是看了一些 向他們致敬時而來的 當然也不是說不好啦 就是說我們在朝一個 比較理想化的方向來研發 所以有人說這次的廣告 跟行銷做得特別好的同學 也要回歸到本質 也就是說這台車為什麼賣呢 我們要來借進一下Altis Altis這次交不出貨來的同學 未來如果已經下訂的車主 你要怎麼辦呢 我們稍後來討論 觀眾朋友呢 你有時候在車展訂車之後 都希望可以趕快交貨 因為新年之前希望開行車 但很無奈的是 如果你訂的是Altis 剛剛改款 這大改款之後的車款 到現在可能農曆年之後 才會有希望 沈總 這個車現在怎麼辦呢 訂了車 交不了車 就只能等 其實沒有什麼其他方法 就是等 但是荷泰其實我覺得它 因為它生產規模比較大 所以它要做調整 相對於其他車廠的熱賣的情況 其實它是比較容易的 我知道就是說第一個 我們剛剛有講到說 它是外銷 也在這個工廠生產 所以它可以把這些 有一些零件移到這邊來 但是台灣生產的式樣 其實跟外銷的式樣 其實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是要有 還是要有一些作為去做調整 我知道的是說 其實大概Altis現在的缺度 缺車的狀況 我覺得大概就是一個月的產能 就可以解決的 所以他們現在大概會調個 每個月大概調個1000到2000過來 我覺得這個缺車的情況 大概會到今年的上半年 大概就會差不多比較持平 大概還是會要等 但是等我覺得應該 接下來不會超過一個月 大概就等一個月 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大家 因為現在買車 就畢竟不是買水果 簽了訂單之後 然後回家等一個月 然後等車來 開開心開新車 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也就是說 我剛剛講說 為什麼這個車的確是很熱 因為和泰今年1月 大概可以交1萬8到2000台車 這個雙人游 就是送雙人的機票 也就是說就送了4萬個 飛機的機位出去了 這個機位不見得是車主買了之後 他就把這個拿去做 他就會跟業代說我不要出去玩 你折線給我 業代就滿手 然後業代現在在忙什麼 都在忙叫做 賣機票 然後我們公司就買了20張 就是說大家想說 因為只要一張 可以兩個人去8000塊就可以買 很便宜 然後我們就買了很多 這個為什麼那麼多在流通 就是真的車子賣得非常的好 所以流通的量很大 其實也看得出來 消費者對於這種所謂經濟划算 他們還比較有意願 因為如果可以折線的話 當然會提高他們大幅購買的意願 所以現在大家看到這個國產車 如果以這個急劇來說 過去福斯都會比較高一些 現在也打出了不用60萬 但它真的是一款福斯的車 很多的網友就很好奇說 它裡面到底有沒有什麼樣的改變 事實上福斯車子 對很多人來說都是也是一個夢想 因為我們從過去Golf大賣 就才發現原來每個人心目中 都有一部福斯的Golf 對 但是過去一年真的走得很難山 對 它在過去一年就是因為變速箱 DSG變速箱的瑕疵問題 造成了它這個銷售量一直掉下來 而且掉得滿慘 尤其是它在去年11月又有一波召回 只不過它做的不是不一樣的 就比較低調一點 但也有數千兩 但是我們從這次來看 福斯就是它的總代理 它重新導入印度製的Polo 它顯示它希望能夠重振江山 而這福斯Polo 不是我們過去所看到西班牙製造的 它是印度製造的 在印度它叫做Fenton 然後來到台灣它是用Polo這個名字 然後它Polo不管是四門房車 還有五門前輩車都一起來引進 然後顯示因為迷你房車這樣看起來 還是一個蠻大的市場 因為過去這都是國產車的Dominate 然後這個市場的規模 大概是在5萬輛上下 福斯能夠吃到多少 能吃多少就算多少 可是這次它價錢打得很漂亮 因為它入門價只要60.8萬就可以擁有 然後最貴的頂級車款 也就是68.9萬 可是問題是畢竟是印度來的車子 它的安全跟我們過去西班牙進來的 69萬內部不一樣 它除了有雙氣囊跟ABS之外 它最主要是少了ASR 循跡控制系統 但除此之外基本上來講 對國人來講這很難的 這是國內這種這個級距 第一次看到有德國血統的車型 而看起來這個扮相 看起來方方正正的也不錯 但是大家可能要注意的是 你當你買這部進口車的時候 它畢竟不是國產車 它的維修還是 比較高啊 所以你還是就是你買便宜 但是你後面的負擔會比較重 其實也很有趣 剛好昨天有個電台記者 就問我這個事情 說實在我昨天真的回答錯了 我跟他講說 第一個就是福斯 它本來因為它害我們國產的中型房子 好幾台都退出市場 它滿強的對不對 福斯這也很強 因為很多本來會買頂級國產車 發現我再加一點 我就買福斯了 所以它本來賣得不錯 但後來因為我剛才講 去年開始我們看到很多雙B的車 哇140 甚至有砍到比140更低的 那本來會花100多 覺得說買福斯車 那我再加一點 我就先開雙B了 我就幹嘛買福斯 第一個就在這樣結構之下 所以它賣得很辛苦 那後來因為DSG事件之後 那根本是啪 掉得非常非常厲害 所以剛才大維修說那個夢 我想購福斯很多人有那個夢 其他我覺得 大家可能還是理智觀察 覺得說哎呦 那個DSG還是觀察等等的 那麼也很多鄉民反映說 那個車的確說 覺得入手覺得價格還是OK 但是常常遇到故障 尤其重大故障的時候 那一個不管維修或保養的費用 是雙B級的等級 那我車它買多少錢 你隨便一個門板一撞 因為林基又德國進口 那當然我覺得這個部分 是不是德國進口 我個人是覺得 應該不是完全的理由 我認為如果說我們的代理商 它有誠意來改變這個市場的話 我就覺得以德國來講 原廠的Original的價格 福斯的價格一定比雙B的價格 是來的便宜的 所以我認為這個中間代理商 還是有一定的責任在裡面 做一些動作就對了 好 那我剛才講說 那個記者都問我說 那這個車可不可以買 我就這樣講 我說基本上德國車 因為德國車來嘛 因為歐盟它法規就限定說 有一些基本的安全配備 就是我們眼睛看不到的 比如剛才大維修我提到了 比如什麼東台穩定系統 電子巡機系統 我常呼籲大家要選購 為什麼要選購 因為台灣那個不是標配 但是德國車因為法令線都是標配 不管你在陽春的車都有 所以我昨天也跟他的記者講說 這個車很可能配備是很陽春的 因為你想它賣60萬嘛 經過進口關稅貨物稅還賣60萬 可見它Original價錢是很低的 這一定是個很陽春的車子 但所幸它是德國車 所以被法規綁著 它還有一些一般國產車 沒有的一些你眼睛看不到的安全配備 雨天人家會滑它不會滑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你很注重安全 而不在乎那一花花草草的配備的話 那是一個可以考慮買的車子 但今天經過兩位專家一講 我恍然大悟 原來這一個號稱的德國車 它是規避掉那個歐盟法規 在哪裡印度生產 然後等於說是一個 等於說expert only 它這個車是出口專用 不受你法規限制 也就是說這台車 我原先講它唯一剩下的那一個 台灣沒有 而它是受惠於歐盟的法規限定 裝了電子的安全配備 連那個都沒了 那你進來之後 這個車我真的認為要好好考慮 你一不應該去買它 對 因為如果它有極具 你可以買再更好一點點的 它就什麼都沒有了 對 所以如果說比較高價的要買的話 也有很多人說 那乾脆我就不要找便宜的啦 我要買歐洲車我買貴一點的 但是買貴一點的 現在很多人怕北投油 很多關於科技防盜的東西對不對 是 我們這個好像日前 又有看到一個消息嘛 說那個好像是X1X3X5 那當然有一些 我看很多邊的報導 包括平面的 我不知道電子的 有一些就是寫說 以X1X3X5的防盜措施如何如何 說實在的 其實不管說是BNW也好 或賓士也好 它不管什麼車型 它只要這個年代的 防盜系統的難度跟複雜度 都是一樣的 是 好 那我看到另外一個報導是說 他這一個被抓到那個 好像叫胖哥 好像蠻垮的一個小賊就是了 他說他那一個什麼 所謂的可以解碼那個東西 花了三四十萬 我認為這嚴重的誤導 因為誤導是說 讓人以為說那沒那麼容易 原來你要搞三十四萬 那你應該也不是大家都可以 都可以投入 成本門檻比較高 我一定要去跟大家講清楚 今天特別帶iPad來 就是說你今天進入淘寶 大家都會打淘寶網 你給我打淘寶網 然後你就打汽車檢測工具 就是搜尋的地方 你打汽車診斷電腦 然後在細項你打 這個鑰匙匹配 你就會發現我這個就是一個 這你我他大家都可以打 打進來之後你發現 我們隨便看一個item好了 三百塊人民幣 兩千塊人民幣 好這個多少 這個我看不清楚老花眼的 五千六百塊人民幣 也就是說這種東西 其實只要你我他 有拋保我的帳號 然後單價都非常 我們這樣隨便一看 最貴不過五千六塊人民幣 大概兩萬多 當然我們可以質疑說 你今天真的花五千塊人民幣 他買來你就一定可以 順利操作嗎 那也不盡然 因為據我 我們幹這一行的 總是有時候黑白兩刀 都會認識 就是說有時候買來 他也會我在叉叉叉 不太能用 或者我要花兩三個月的時間 才能夠把它研究出來 能夠成功 但是我想也不過就花 五千塊人民幣 花兩個月的時間 你就能夠去操作這個儀器 那這個商品 他當然不會告訴你說 汽車專用 當然不是嘛 他告訴你說 晶片鑰匙解碼 或晶片鑰匙匹配 什麼叫做匹配 匹配就是說 今天如果說 比如說我今天開一台 雙B的或什麼 有晶片鑰匙的 啊 鑰匙不見了 一支都沒有 那我是車主嘛 我今天就到原廠去 我出示我的這個 這個行照啊 證明我是車主 然後我跟原廠申請一台 我這一台車 因為每台車都有這個 流水編號 就沒有底盤號碼 那德國原廠 他原廠一定有 每個號碼對應的 包括你舊行車有這個尺痕 包括裡面的這個晶片 密碼他都有 他就可以空運一支來給你 但是我跟各位報告 我之前大家都知道 我是在進口二手引擎 二手電腦等等的 我們有時候 這個凡外國人有時候 很亂七八糟的嘛 做事出手出腳的 整套賣你 然後一來哇 就鑰匙沒有來 那我這引擎就不能發動了嘛 那我們就是有管道 可以透過某一些貿易公司 他說沒關係我幫你處理 你就把你的那個 這個引擎的流水號碼給我 他就能從德國空運一支 鑰匙一來就發動了 所以就是說 就算你走這種流程的話 也是有一定的管道在 那更不要講說 你今天如果說花五千塊人民幣 買一套所謂的匹配鑰匙的工具 然後花一點時間研究之後 說實在每一台車 它只要放在一個 讓你能夠去處理的那個位置 所以我強調說 你不要以為說你車上有什麼 哇多高級的防盜措施 如何如何 就隨便提 隨便提就是一定被它開走 你一定要讓這個地方 是相對安全的一個停車場 因為只要企業者 它需要偷你的車的話 絕對不是報導上講的 要什麼花好幾十萬 搞中搞西的 很容易的 我現在訂明天從對岸就寄過來了 然後我花一點時間 我騎得這樣可能快一點 一個禮拜研究出來 今天智利你開了雙B的車發不動 來我來接一下 弄一下馬上就發動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報導的意義 應該跟大家講說 其實不管在高端的一個進口車 什麼晶片鑰匙 什麼這個密碼那個密碼的 其實只要是有心的人 而且他